天父啊 你的说话秘密甘甜 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立志 用一年的时间 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更新而变化 Zither Harp 今天的经文是《笑行传》第21章 1至36节 在路加北下描述保罗 越接近耶路撒冷就越危险 不过路加一直都陪着保罗 而这段经文是说到保罗 一心一意将捐款交上耶路撒冷的教会 来帮助教里面的贫穷人 当然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路撒教会领袖看到保罗的时候 就很开心 同时也围着保罗过去 多年的传道成果而现上感恩 但同时五旬节也将近了 犹太人他们的情绪高涨 他们也收到保罗一些不好的消息 以至他们对保罗有所保留和怀疑 让我们继续看经文之先 我们同心的吐槽 亲爱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 因为无论怎样 当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天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 求主教导我们学校保罗 甘心愿意为你 为身边的人付出 以至虽然明知是要面对困难 但我们也不会退缩 坚守住所交托 愿圣主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保罗上耶路撒冷 我们离别了众人 就开船直航到戈时 第二天到了罗底 又从那里到柏大那 我们遇见一只船要往肥利基去 就上船起河 我们望见赛普路斯 就从南边走过 往罪利亚去 再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射货 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堂门徒 就住了七天 他们借着圣灵的感动 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几天之后 我们又出发前行 他们众人和妻子儿女都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坛上讨告 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推罗行员航程 来到了了多利买 问候那女的弟兄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来到海撒尼亚 就进了全福音的肥利家女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女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未出嫁的 都会说寓言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好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他导了我们这女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这样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听见这些话 就跟当地的人 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于是保罗回答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既然保罗不听劝 我们就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过了这几天 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早期的门徒 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家旅 请我们与他同住 保罗访问雅各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和我们去见雅各 所有的长老也都在场 保罗向他们问安 然后将上帝用他在外帮人中 所做的事奉 一一述说了 他们听见了 就归荣耀给上帝 对保罗说 弟兄 李汉犹太人中 有数以万计的信徒 而他们都是热心于律法的日 他们曾听见人说 你教导所有在外帮的犹太人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国礼 也不要遵守规矩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造罢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有怨在身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结正的礼 替他们缴纳规徽 让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 众人就会知道 先前所听见关于你的事 都是假的 而且也知道 你自己为人尋规道举 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帮人 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的决意写信 叫他们要尽快偶像所沾污的东西 血和勒死的伸促 尽快淫乱 于是 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结正礼 进了圣殿 报告结正其满的日子 等候祭司 为他们各人献上祭物 保罗在圣殿里被捕 那七日将圆 从亚世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圣殿里 就煽动所有的群众 下手拿着他 喊着 以色列人来帮忙 这就是在各处 交道众人 糟蹋我们百姓 律法 或者地方的人 不但如此 他还带了希腊人 遵圣殿 污谓了这圣地 这话 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忽所人 特罗非摩根保罗一起在圣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 于是 全城都骚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圣殿 殿门纳黑都关了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给刑女的千夫长 说耶路撒冷全城都乱了 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 和几个百夫长 跑下去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士兵 就停下来不打保罗 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 群众中有的哭这个 有的哭哪个 因为这样乱样 千夫长无法知道实情 就下令将保罗带樽迎流去 保罗一走上台阶 群众击得凶猛 士兵自得将保罗抬起来 一群人跟在后面 喊着 随吊他 保罗明知向耶路撒冷进发 是情况相当危险的 所以那些关心保罗的人 都希望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劝他不要去 而这个先知亚加布 直接是预言 如果他要去的话 他会被人捆绑 但是保罗都一样没有听到 当时有凯撒利亚的人 希望能够劝他 直接哭了地劝他 保罗也是没有听到 因为保罗他表达 为什么他要去呢 是因为为主耶稣基督命 最后这群人 因为没办法劝他们 最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说话 愿主的旨意成就 后来保罗真的被人捉了 保罗面对犹太人的敌对 那群人就以为 保罗不遵守律法 又不行国礼 又不按规矩 于是要求保罗 为四个人去行劫正礼 大家知道 其实保罗根本没有不按规矩 于是他就帮这四个人行劫正礼 在这个时候 保罗在圣锁的走廊走过 一群从阿西埃来的犹太人 看见了之后 就以为保罗带外帮人 就是那个特罗非摩 他进入圣殿 于是他们习机来怂恿众人 来捉拿保罗 就是这样引发了一场暴乱 众人拉着保罗 想杀死他的时候 有人通风报信给千夫长知道 千夫长就带着百夫长 和很多兵丁 来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不过最后 众人都是要大声呼喊着 随叫他吧 因为他们每一个 都想杀死保罗 我真的这么说 当大家知道你的朋友 或者身边的人 准备要走一条路 而且这条路 你知道是危险的话 我相信你都会用尽办法 来阻止他走 不过保罗 他在走这条路 他都知道是危险 但他使用危险的路 是一个使命 令他表达 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命而走 所以他知道没办法逃避 于是乎就凭勇气 凭信心 来走这条受苦的路 就正因为这样 保罗上到耶路撒冷 真的受到攻击 当群众向他大声喊 除掉他吧 其实在当时人来说 很快就联想到三十年前 他们同样 都是向主耶稣基督这样呼叫 除掉他吧 究竟什么令保罗 可以和耶稣基督一样 坚定不移地走上这个十架的路 其实保罗一早已预备好 他为耶稣基督 献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是在二十章里面 曾经表达过 他不移圣命为念 意思是说 其实他已经预备好 要赴上重架 来走上这条十架的路 他亦都一样 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如何 但他有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决心 就是要坚定不移地 向着这条耶路撒冷的路进发 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 他曾经这样说过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叫他来死 这个死其实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他写己 和完全脱离救我的意思 如果当我们再看保罗 在这个时候的保罗 我们真的很明白 也很相信 保罗真的被基督呼召 而去为基督而死 因为他再不是自我 他已经是写己 而且完全是脱离救我的生命 保罗正正是见证福音的大能 所以今天你和我都可以认识福音 并且能够成就美事 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像保罗一样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退缩 坚定不移地走上帝为我们拣选的路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去相信上帝 今天集背众的金句是 于是保罗回答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命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原而的 使徒行转21章13节